如何将文字动态叠加到视频或图片上面 只需要一台4K HDMI字符叠加器AD01 操作简单 上手快 电源接口 USB接口 3.5mm音频输出接口 HDMI输出接口 HDMI输入接口 TCP IP接口 RS232输入接口 RS232输出接口 连接使用步骤 连接HDMI主机 连接HDMI显示器 连接音箱 连接交换机 入游器 连接电源适配器 连接成这样子就能正常使用了 如何设置字幕 首先确保已连接到局域网 下载好驱动 解压 打开Drive的E文件夹 双击运行Subtitle Listener X文件 在HDMI视频上面添加字幕 点击新建场景 输入场景名字 点击OK 选择HDMI全屏显示 选择顶部字幕 输入字幕内容 点击透明 字幕背景透明显示 点击字体颜色 选择合适的颜色 点击OK 字幕字体颜色就设置好了 勾选识别到的主机 点击保存场景 勾选需要显示的场景 点击发送 点击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在图片上面添加字幕 点击新建场景 输入场景名字 点击OK 选择背景图全屏 设置图片轮播间隔时间 点击导入文件 选择需要展示的图片 选择需要展示的图片 输入字幕内容 点击透明 字幕背景透明显示 点击保存场景 勾选需要显示的场景 勾选识别到的主机 点击发送 点击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你学会了吗